欢迎回来 这个是1.20.2的R3 W32A 这次首先是在游戏机制方面 震动 就是这种前身 忧逆感测体感测到的震动 通过姿势阴块 传播的时候 不再受模拟距离的限制 之前版本的特性 它应该是在模拟距离内 传播到模拟距离外的时候 会先保留入这个震动 当你再去加载 它要传播到的地方的区块的时候 再继续传播 但是实际有时候它存不住 还是会因为这个区块的加载卸载 导致你正在远距离 无线传播的震动被切断掉 现在他们说是不会了 他们说是不会了 然后这次还对震动的一些特性 进行了更改 之前版本我就说 震动的特性 他们一直在改 一直在改 就不具体说了 这次咱稍微具体说一点 因为改的不是特别多 包括净雕书架 在用漏斗给它喂书的时候 它会释放出来的震动 是属于方块变化 频率是11 海归蛋孵化裂缝的时候 也是个方块变化的震动 频率11 海归蛋孵出来是方块毁坏 震动频率是12 使用骨粉的时候 会发出一个叫做物品交互结束的震动 频率是3 水瓶去灭火 会发出方块毁坏的震动 频率12 那个特别屌的刁民去招脑鬼 或者是第4的时候 会发出实体放置的震动 频率14 兔子吃种在地上的胡萝卜 或者是狐狸去吃 在灌木丛上面的甜酱果的时候 会发出方块变化的震动 频率11 用仙人掌去喂骆驼的时候 会发出吃的震动频率8 就主要是这些内容 然后是在视觉效果方面把最安包的版本更新到了17 我觉得这个模样的开发者啊 现在是真的是对版本号啥玩意儿的一点敬畏感 一点尊重都没有 想变就变 想更就更啊 这次主要是把上一次像那个物品栏啊 或者是滚动条啊之类的 这个材质现在都给改成每一个方块一个图片了 但是中间出现了一些问题 会导致在高分辨率模式的时候 有一些滚动条 中间这个杠不显示 上一次我也发现这个bug也说了 还有一些像是相闻的盔甲会出现悬浮的像素 炉子的GUI显示不正确 各种显示反向打龙或者打凋零的时候 这个boss的血条会拉伸而不是切掉 这一系列的bug啊 他们说是都给修复了 我感觉这一次最安包在16版本的时候更新那么多 肯定还会有其他bug啊 大家放心 等推出正式版的时候也不一定能修完 声音方面 这个现在把没有自己独特的脚步声的怪物 在行走的时候的字幕改成了steps 就是一般性的脚步声 指令和代码方面 这一次把数据报的版本也更新到了时期 主要的更新是把一些之前用数字存储的一些数据 比如说给怪物加上的buff之类的 之前是用1234的数来储存的 比如说4就代表挖掘疲劳 现在呢 它是给正式的改成了它标准的名字 mancraft的冒号manning fatigue 这样的话使程序会更易读一些 除了这些数类的更改之外 还有一些这个一致性的更改 比如说之前很多这个代码里面的名字 比如说id ambient这些词 它的首字母都是大写的 现在是所有字母改成了纯小写 之前写在一起的 比如说show particles这种连写在一块 然后用首字母大写来标示出来 每个单词的间隔的 现在是全部小写 两个单词中间画下滑线 然后还把一些不一致的名字给改的一致了 这一次还又一次对网络进行了优化 来大量节省网络带宽的使用 然后现在用control加f3 control加f3 怎么打不开啊 control加f3 他说是可以打开一个 关于网络流量的debug界面 用controlf3 我是打不开 局域网里面主机玩家的皮肤啊 披风啊 对于其他玩家来说不显示 这个bug现在也是给修复了 然后还修复了在日志里面 会记录错误之类的一些bug 关于这个聊天安全问题 现在是如果收到一个 无效的聊天信息的时候 客户端不会跟服务端断线 而是会在聊天里面 显示一个预先写好的内容 啥意思呀 他也不说写的具体是啥 这一次还修复了使用execute 后面如果有say 这样的指令的时候 执行出来的结果 显示顺序会乱掉的bug 好了这一次基本上就是日页内容 我们下期待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